大家好,我是一南天 欢迎来到易博士水风讲堂 有个网友发了一个平面图 家里准备装修 让我看看房子装修上 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颜色方面怎么搭配 格局方位上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 这个房子的男主人和女主人 都是85年出生的 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14年出生 另外一个是去年2020年出生 我们先来看一下平面图 这个平面图 我们可以看阳台是朝南的 整个房子的座像是 座子 项五 跟这个女主人的命怪 是配合 代表女主人可以 持宅有方 缺角的方面 不是特别的严重 有那么一点 一般来说 缺角的面积 不超过总面积的10% 问题都不是很大 因为客厅是一场生活和待客的重要的区域 客厅在旺位 客厅在旺位 可以旺丁旺财 兼有名声地位 整个房子的色调呢 以浅色和米色为宜 以淡雅清新的基调的简约风格来装修呢 比较好 我们再来看下这个陆户门这边 陆户门呢 是朝东的 奏方位呢 也是正东 九宫中是六白的方位 气场呢 平和稳定 这个方位与健康啊 财富啊 都有关系 可以多点缀一些绿色的植物 因为呢 东方啊 是属木的 植物呢 能够让这个气场呢 更加有生气 有利益 加益的健康 东南方 刚才讲的这是客厅的方位 是个训味 这里呢 是下园 旺水 古人说啊 三管 人丁 水管 柴 东南方 作为阳台和客厅呢 有利益 柴运和家庭的和谐 正南 也是客厅的 和阳台的一部分 阳台朝南开 为猪雀 最大的好处啊 有利于生活的平稳 有利于这个财运和家庭的和谐 阳台呢 可以多放置些植物 比如红花呀 还有绿色的盆栽 能够达到生旺的效果 南方 梨灌 属火 代表着名誉和地位 放置红花 可以增强这个运势 有助于得到好的名声 客厅的色调啊 应该以 宁静 冷静的色彩为仪 不宜太过鲜艳 装修时呢 以白色呀 米色为主 灰色呢 为辅 客厅放置的沙发的 极位呢 在东方 东南 和北方都可以 东方放置一个大的沙发 是个非常好的摆设方案 正南方啊 在九宫里面呢 是八八同宫 双星聚会 在八运里面呢 是个很旺的范围 可以摆放一个流水的 盘景 可以增强载运 西南 是主卧 这个范围呢 是家里的暗柴位 我们常说的这个暗柴位啊 是个存钱的方位 很多家庭呢 能够赚到钱 但是呢 存不住 赚多少 又花出去了多少 一般就是这个方位呢 出了问题 这个方位的气流啊 一定要稳定 缓慢 就是我们常说的 长风 聚气 这个方位呢 不需要太大的落地窗 或者呢 船井飘窗这些 困位啊 还代表着女主人 熟土 装修的时候呢 可以多用黄色 土色 棕色 和其他玫瑰色 暖色调这种 五行熟土的颜色 可以增强 安定的能量 使得夫妻同心 要注意 增进家庭的财运 另外呢 老师有个建议啊 就是 这个主卧的这个床啊 最好呢 向这个 西南的 对角线啊 稍微挪一下 尽量睡在 对角线上的 这个暗财外上 这样会更好 正西方 是个六一同工的 小财位 小级位 厨房呢 位于这个方位上面 厨房 这个方位 对于厨房啊 对于饿水的人来讲呢 最为合适 对于寄水的人来讲呢 就不是特别好 饿水 饿水人呢 最为合适 西北 我们再来看下西北 西北呢 是一个书房 西北呢 是权位 代表的是男主人 西北方呢 是男主人位 把书房呢 放在权位 可以 可以 往西越 在西越上呢 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 和赏识 能够给自己带来好的 事业运 事业运 这个是不错的 东北这边 是个卧室 在这个八载里面呢 它是个文昌位 适合孩子 的卧室使用 可以在东北角 这个方位上面呢 挂一支大的文昌笔 或者呢 养四支文昌族 有利于孩子的学习啊 总的来说呢 这个房子的座向和采光呢 都相当的好 格局 方位呢 也没有什么的洗脚 相当不错的一个房子 装修时呢 应该以简约的风格为主 这个案例呢 就简单的分析到这里 就两位网友呢 在装修的过程中呢 能够顺利愉快 如果大家在